你有一个貌美奴娃的妻子 可她却一点都看不上你 只因为你实在太小了 但你相信男人的魅力 不是去看大小 而是要讲硬实力 所以为了变强 你刻苦修炼 除了妻子青男之外 没有第三人知道 你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 对于你这个未来富君 青男的内心百感交集 但跟你真的没有太多的感情 可不知道为何 总会在独处的时候想到你 那一脸童真的样子 喊着自己两字 青男只觉得自己好有负罪感 一次下山带着徒弟地恋 青男被人邀请 在家一场拍卖会 能来这里的人都是有身份的 没有点实力和财力都不好意思 跟青男这等顶级宗门的店主 平起平坐 但哪怕青男的身份再高贵 还是有一些不怕死的老自负 在青男正对面 有一个黑兽汉子 目光着陋地盯着青男的面纱 世人从未见过百花仙子的龙帽 黑兽汉子想通过法眼 看出面纱之下的芳龙 殊不知青男的面纱 有个最童术的功效 黑兽汉子没有得证不说 青还敢用神石扫描青男 可下一秒紧口堵鲜血 一点不可置信地看着青男 如果不是暗于黑兽汉子 还有点背景 直接的冒犯 青男会直接用神石抹杀掉他 外人只知百花仙子没诺天仙 没有太多人讨论他的实力 黑兽汉子也是色心大气 从后忘了他毕竟是一殿之主 这个位置可不是走后门可以登上的 其他人看到黑兽汉子吃鳖 全都在幸灾乐祸 同时也暗自庆幸 还好没有冒犯到百花仙子 所有竟开始互相针锋相对 试图引起青男的注意 对于这些男男的恭维 青男只是客套的回应 这种针锋吃素的场景 他早就已经习惯了 可他的徒弟则一脸恶蓝 休闲界有头有脸的大佬 敬畏师尊 打失丰度 难怪被称为近千年 最杰出最瞩目的女子之一 好在拍卖会很快就开始了 这些大佬才暂时吸货 可新一轮的较量却暗中展开 不知道是否为了在家人面前展现财力 所有人买东西都非常爽快 此刻竟被拍到了上千 拍卖会的其他客人当场看傻了 这还是频率不苟延效 风度偏偏的大佬吗 对这些青男并不关注 就连展物也提不起兴趣 一店之主还会全宝物吗 他此刻只想拍卖会赶紧结束 好带的徒弟们回纵门休息 可18号拍卖品却引起了青男的注意 这是一件由杜节期大佬 给后备炼制的防御型宝物 盘龙护身玉佩 无需任何灵力激发 就能自动发挥三次原因期的护体之力 最神奇的是他也具备循环使用的功能 一旦使用完毕 只需要有高等级的修饰 出入灵力便可再次激发 而且此物无心皆备 可以加强天地灵气沟通的能力 这宝物对青男来说就是鸡肋 可在见到他后 青男竟忍不住想到了你 这宝物目前特别适合你 这些年来青男认为你应该恨死他的 因为目前的身份差距 青男也不好去打听你的消息 也不敢露出对你感兴趣的样子 否则你很容易就成了重视之地 可即便如此 想来你也会认恨自己吧 等青男回过神来 预备的价格已经加价到了500 青男也不会铺张浪费 只是简单地加了100到600零食 但他的出手却引起了大佬们的注意 一个个纷纷开口表示 要买下送给仙子 青男玩具了诸位大佬 全场的人都很实距地没有再加价 对此青男非常无奈 不过在拿到这块预备后 青男不知为何竟有些开心 找个时间将它送给你 也算是赔礼道歉了 这么多年了 不知道你放弃了没有 不知道你长大了没有 你那么怕死 这块预备应该会喜欢吧 时光悠悠 距离这种拍卖会又过去了两年 你也已经15岁了 模样也像个小大人了 这些年 你根据记忆找到了魔教之宝 还抹杀了魔地 莫天青的残魂后 从那储物界得到大量的零食 一般零食只用来交易 只有上等零食才能用来修炼 可即便如此 也是败家行为 因为零食中的灵力颇杂 只有三分之一不到 可以被吸收 多一资质好的天骄 根本用不到 只有像你这天生废材资质 才能用得到 但没有人知道你的底子 有多么深厚 你不计代价的用零食修炼两年 却还没有到达 炎气大圆满 在外人看来 你的速度已经不错了 但如果知道你吸收了两年的零食 还没有到炎气大圆满 估计会起得吐血 这得多么废物才能做到 可你宁愿压制修炼速度 也不愿意让根基漂浮 两时围人的你对修炼的理解 哪怕是那些老不死 都不一定有你心通 今天轮到你执行访试的时候 突然上面的管事通知 等一下会有贵宾闲来 负责迎兵的你 需要打好精神 不要出刹 你也有些好奇 今天是哪个大佬 需要管事 如此尊重对待 很快 你就看清了来人的身份 这件几个身姿曼妙的女子 走进了贵宾楼 为什么女子 哪怕戴着面纱 也掩盖不了那绝世的自容 所有人都低头 不敢多看 唯独你傻愣愣地 看着领头的女子 一种女子竟有弟子 敢如此冒犯师尊 全都纷纷向你看来 管事被吓得一身冷汗 你能不能解释 白话电竹 但是心来的弟子 不懂事 回头我一定责罚他 所有人都知道 白话签字 最讨厌别人 只勾勾看着他 你身边的弟子 紧张地赶忙 拿了拿你的袖子 可你依旧不为所动 此刻青蓝 与你四目相对 你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以至于第一时间 竟没有认出你来 你四目不给他半点面子 转头攻进了对管事 保全表示 弟子今天不舒服 要先行搞退 说完 偷越不回地 直接走掉 所有人都惊呆了 青蓝这事 也从你复杂的眼神 认出你 见你武器 有无奈的样子 心里只觉得 颇为好笑 所有一个顺身 就来到你的面前 纵能皆知 你是百花仙子 带入门中 可即便如此 你如此万为的行为 也太过嚣张了 难怪外界传的匪魂 是真的 你真是百花仙子的 私生死吗 被拦住驱逐的你有些不满 所有青蓝将 重金派来的龙闻玉佩 递给你 并表示 这是专门买给你的 听到这话 你心中一软 但还是有些生计 为什么答应你的事 没有做到 你用你的拍开她的手 随后 将玉佩丢了回去 再次 转头走掉 青蓝没有想到 你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 玉佩一时 没有接住 掉在地上 所有人连呼吸都停止了 这林北 是吃错药了吗 在你走远后 青蓝又又叹了口气 转身像什么事 都没发生一般 继续带着弟子 走进贵宾楼 只是众能耳边 轻飘飘地传出 今日之事 让那外人知道 我定不勤劳 所有人都纷纷地低头称事 就连青蓝的弟子 也一头雾水 感情店主买的玉佩 是为了送执勤弟子 而那弟子竟然不要 还丢了回来 最不可思议的是 店主竟然没有生气 竟然没有想到 就连自己的弟子 也这么八卦 看来 只能在找其他地方 把玉佩送给你了 此刻的青蓝 内心十分复杂 而走远的你 完全静不下心来 青蓝啊青蓝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